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改编为戏曲 电影 电视剧 喜好研究聊斋的不计其数 在国外还被译为十几种文字 已经是基深世界重要文学著作之灵了 这是因为聊斋之意有几项的特色 首先是反映事态人情 聊斋以清代两性婚恋 科学考试 宗教思想 民俗活动等做基地 所描写的是人神仙鬼狐妖的 悲欢离合 恩怨情仇 事态炎良 可以说是现实人生的缩影 所以容易引发共鸣 它的特色第二点是进步的前瞻思想 在聊斋当中 例如两性婚恋 以得爱高于色爱 知心知德才是最可贵的爱情的本质 这可以说是更接近现代化的恋爱的原则 而在男尊女卑的时代 聊斋之意已经率先肯定了有才学 有胆士 有自理经济能力的妇女 她也对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恶势力予以揭露踏伐 这些都具足的沉显 作者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进步的思想 可以说相当的具有前瞻性 第三项特色是非凡才子之笔 婆松林用传奇法而以至怪 用一种兼容了内容为至怪 而写法类传奇的笔法 出入阴阳 翻空出奇 而且人物生动各具典型 朴松林用这种叠荡生枝 瑰丽多彩的材质之笔来领军 于是就以一种创造性的文体写作的手法 成就了超越前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 我们这个课程由李李 延继华 洪文廷三位教授 和我本人合力来开设 包括有书念教材和语音的教学 我们这个课程有几个特色 首先是教材的体系完备 那么教科书呢 有上篇的分篇 名篇赏西 分为 事情 情爱 豪侠 公暗 奇幻 邪取六类 选取 这个聊斋之意的精华的作品 来予以赏西 那么下篇呢 则是专题的论述 分别就普松林 生平与孤芬意识 聊斋之意的文类的题材 主题思想 那么形象类型与刻画 还有杜琪汉妇 情爱世界 那么包括了艺术的特色与成就 来加以做分章的探讨 我们希望呢 能够使得学习者来赏读作品 和宏观的论述呢 都能够兼顾 既能够建树 也能够建灵 那我们课程的第二个特色 是方便读者自学 书面教材 名篇选读的这个部分呢 先是有盖说导读 那么解析啊 各类小说的名义源流 那么接着呢 有作品赏西 来说明典故的由来 同时 我们在特殊的字句呢 还有注音和说解字意 并且呢 还深入浅出的分析作品的要义和特色 可以说十分方便来自学 第三个特色呢 是教学的机制完整 本课程有语音教学的这个部分呢 那么设计了广播剧 还有和学者的对话聊哉这些单元 那么不但是增添了课程内容的生动性 同时呢 也有延伸思考的学习 那么 配合这个网路平台 著版老师的疑难解答呢 可以说为学习者啊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学习的机制 那么 各位观众 如果您是一个喜欢读小说 写小说 研究小说 包括理论的人 还真不能够错过 苗哉之意的神奇魔幻之旅呢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